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一部分你刚刚找了一些推荐的书 你介绍一下给一些读者 我们来说也很想介绍读者 看一些好书或者一些消贤性的 一些心灵类的书 这个是何拳锋 何拳锋作者是一个台湾医师 他出书就出了很多年 唱销来说现在都很唱销 基本上是挺好的 他的书我早期都看过 对人生比较正面 可能跟医生见的生气有关 只是见得到 他现在都是属于你们的市面上 推广的书籍里面比较唱销的书 台湾我知他应该有五六十本 六十多种已经有 是已经有六十多种 他的文章很好读的 因为他通常都是千凌字 和一个小故事 类似等于我们 以前香港的欧乐文医生 类似是讲这些小文 都是可读性的恶告 还有比较乐观 这件事没办法 不成 另外我们又介绍一个 香港出版的一本 这个应该讲赵梁俊 我记得他应该是导演来的 拿过金鸡奖 这个书我记得写 是心记陈泉的 他属于传记 其实《暖暖书郎》是军心记的 七千年七夜 他在那边 逗留了这么久的时间 其实他早前送过一些书给我看 我都翻过 文不相当好 现在外面的销售 销售也不错的 这个都是你们本身的 属于唱超书 这个是近期的唱超书 那过两本呢 我们又介绍一些另类 一些小说类 小说类现在就比较多人看了 我们这一类 读者群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是古代的 原情小说 大部分是古代的小说 都是《爱情》 是的 这本呢 这本呢 这本也是《暖暖》 《暖暖》出名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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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暖暖》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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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个 就是《暖暖》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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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香港的地方文化 《暖暖》 黄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认识他 我和韋姬讯谈过 因为韋姬讯对香港粤语很有躁 他曾經跟我說過 如果香港講粵語的研究 他是首話一致 這個教書先生不喜歡出名 早幾年到一年 現在好像不見他有一些新的作品 但這本書它趣味在哪裏 排版那方面 它裏面講的內容 講粵語的七處的音的考據 還有它有一些製作 我記得它以前有一些 是有了那個內力和版本 它現在就好像少了 少了這方面 排版那裏 這幾本書如果你說對粵語有興趣 可以過來找你參考一下 我估計應該差不多了 你們都很感謝你們的參考一下 我希望香港有一些作者 自費出版了的書籍 可能要找經銷商 不妨找我認識很久的 還有都是朋友 這個代理商 可以找他們 聽一聽那個批發出去的推廣 那 談到這裏為止 多謝你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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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